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喬喬藝術 我們今天要拜訪仙女的工作室 仙女就是台灣新生代插畫家妮瑞宏 我們現在在她家旁邊的山區 你好 嗨 嗨 嗨 你好 這是之前跟美國藝術家去印度住村買回來送我的 這是這個 她的什麼是牛糞畫 之前另外一個暗戀我的學弟送我的畫 他才畫是你嗎? 我不知道 那那些狗就是毛毛狗是哪裡買的? 在哪裡可以買的? 在那個舊貨店啊 然後有時候在路邊看到 如果我那時候有閒錢我就立刻買 現在比較會解枝 前陣子有在想要再買三隻 買在幹嘛 那這個豬豬也是鼓動嗎? 這是一個粉絲他看到他就覺得我會喜歡他就買給我 真的 我覺得蠻好看的 我覺得蠻好看的 對啊 我們現在在瑞宏仙女的工作室 我們現在在瑞宏仙女的工作室 要問他一些問題 嗨 我想要問一下 為什麼是中華仙女 這仙女的來源呢 很有趣就是 我以前有做一個集氣 就是我那時候做一系列做一個處理人生煩惱 然後我就把那些煩惱的畫成畫作 可是展出以後我就在想說 我就做一個讓大家可以進去 其實這個沙發就是當時作品的一部分 就是觀眾可以來 然後我們就聊天 聊我們的煩惱 然後我們一直在想 然後我會把 就是我給他解決製造再畫成一個畫 可是我就覺得我好像不能一直待在那邊 就是幫觀眾解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自動抽錢機 就觀眾可以投20元 然後就可以得到一個那個藝術家的解答 然後因為那抽錢機裡面有一個電動小人 然後小人造型是一個仙女 所以後來他們就叫我仙女 然後我剛才想說要當仙女的話 就要認真當 所以我就去參加仙女比賽 就是台南一個廟 幫仙女比賽 他其實那時候有身高體重還有年齡限制 然後他還說25歲以下未婚 然後你體重可能不能超過60公斤什麼的 現場經理就是在所有的人面前拔筊 然後把你的筊丟到那個很大的螺上面 然後你有六次機會 看你可以中幾次 拿到聖杯 然後我我中了四次 還進入了PK賽 就是跟其他跟我同關的人繼續PK 所以是誰辦的 就是那個洛爾本天后宮 媽祖廟 然後我覺得中華仙女她 就是我一直都是 我的作品其實我都一直在質疑 就是整個華人社會對一個 典範女性的那個框架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如何就是去 就是這個仙女到底是什麼就是 所以我就是我一直都 之前都一直在討論這個符號 背後代表意義 而且現在又比我當時在做這一些作品 那個整個我覺得網路出來又更可怕 因為你可能濾鏡還有什麼各種 比如說你會把自己 就是我們可以更容易 就是扮演成另外一個角色 然後可是仙女她本來就是不存在的東西 所以我們都是嚮往一個她不存在的 然後幫助一個典範 因為在過去傳說那些仙女就是 如果這個男的做好事啊 然後孝順啊 然後上天就會派一位就是一個仙女 就會嫁給她 然後把她生小孩 然後把她打掃家裡 然後等一下重點是仙女盆擾 仙女盆擾很漂亮 真的欸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蠻有趣的 就是我以為就是以為這些神話已經離我們很遠 然後我就覺得其實我們還是 她默默的是寫在我們的那個基因裡面嘛 就是默默我們會一直重複那些故事啊 其實也沒有好像一定的信仰 我爸就是有點偏她討厭一切會展現迷信的事 所以然後我媽就是她對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感興趣 但是就是我們家就是很普通 就是有一點點明確信仰只會拜祖先 嗯 也不會去那邊買燈點光燈 就是不會到前程到這種程度 我媽也不會參加法會什麼的 為什麼妳家有那麼多佛人 那是我自己想要收集的 為什麼會想要收集 我只是覺得她那個形式很有趣 嗯 我很喜歡那個宗教延伸產品 嗯 如何用就是 因為她都是一個人的那個意志的投射 就是如何我們如何發明一些產品 然後來宣揚這個 教義 所以妳覺得妳的美學是受到宗教 台灣民間性的東西 對蠻大的影響 因為我後來 就是覺得去廟宇的人 有時候得到的震撼會比去看那個 蠢當代藝術或是美術館 會來的就是有趣 因為台灣就是一個 妳常常會在路邊看到一些非常奇怪的東西 所以是對台灣的那個民間的那種 美術嗎 我覺得影響蠻深的 這是一種的 有趣的 跟台灣的那種 很難的 有趣的 可以看到的 如果有問題 這就是一個人的 有趣的 我們可以去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妳說商業創作跟就是畫廊的部分 妳自己比較喜歡做的是什麼 我當然還是喜歡那個做我自己的創作 可是我覺得她做商業 她就可以碰觸到我以前沒有結束的領域 所以我就是覺得又很很想挑戰 可是我現在又想要把它降低到最低限 就可能會只花大概三天去做這個 就不可能這樣躲 但有的時候就會不小心又花太多時間 妳目前接過最喜歡的案子 最喜歡的 像是之前幫金曲獎做那個動畫 我就蠻喜歡的一次的 金曲獎那次是怎麼 她寫email給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直接打開email就以為我在做夢了 請看VCR 蛤 蛤 她怎麼釀動 那次也是有做很多事前的準備 然後跟動畫是配合嗎 對 就是也是其實做每一個案子 我前期我都會做蠻就是蠻多的那個資料搜集 然後才會開始 就是變對創作就是每一個細節就是要考據 就是它不能亂來 那妳搜集的資料是從哪裡 就不是用網路啊 或者是圖書館啊 嗯 然後還有 我有時候就是在路邊看到的一些各種元素 我都把它加進我的創作裡面 那妳會隨身帶著那個素描過嗎 或是筆記本 不一定 現在比較方便都是用手機拍 所以其實我拍照不太是 就是射就是嘴求的照片 然後每個人都說這個場景蠻有趣的 就是拍然後收集起來 然後以後運用在繪畫裡面 所以其實我繪畫蠻多空間都是 都是在路邊看到的 路邊的看到的 對 現在更著迷是去深山 深山裡面有些很神秘的廟 結果還有什麼 那裡面沒有廟啊 都在深山裡 都很像仙境的地方 妳為什麼會對仙境那麼嚮往 還是妳是把它當作一個創作的題材 我把它當作 因為我覺得仙境的那個概念 跟我們現在就是 使用網路這麼頻繁 因為它都是一個虛幻的空間 可是它其實跟我們生活是都在一起 所以我一直想要從那個仙境去回應 可是我們現在就是 長期於滯留在網路空間的那個感覺 就是妳可以去妳想要去的地方 可是有時候妳會 不確定到底會到哪裡 或者是對我們對於一個更好世界的追求 就是我自己很愛研究的 而且特別是華人他們 都會有他們自己對一個完美世界 我們都把完美世界統計在仙境上 然後仙境的元素其實在生活中都有 譬如說妳去魚缸裡面的那個加山加水 跟公園裡面那些涼亭還有加山 然後我都是覺得都是人類對於那個理想的生活的一個投射 這跟妳在北美館現在的展覽有關係嗎 有關係就是 北美館那個展就是從我之前看金平美的小說 裡面有描寫 他會再跟一些 因為他裡面有排行榜那些女生之外 就是更 裡面有排行榜 就是裡面有每一個他的情人 每一個就是他的後宮 就是西門慶跟他小老婆的故事 然後每個小老婆有排名 可是裡面有些角色連小老婆都稱不上 就是他突然一時興起想要玩的一個女生 然後他們會在一些 就是他們有個很大的花園 都會在花園最角落 那是都不能建工地 然後我對那個空間的描述非常的著迷 然後我就把那個空間想像跟我自己的投射 然後去做出那個空間 因為那邊控身發熱的戀情都是不能 不能被明說或者是 他們是虛幻的 然後覺得跟現在就是 就是那個時候那個網路交友 或者是現在這個情況 很多虛幻的感情太多了 然後我真的覺得想要 讓這個東西有一個地方 可以讓他們存在嗎 真實的發生 對 真實的發生 可是他其實 其實充滿就是蠻有死亡氣息的 這個展覽的像燈瓜還有色彩那些東西 其實是怎麼決定 我就是畫完圖以後就會 這個橋一定用這個顏色 這個一定是這個顏色 這是非常直覺的 然後會想要把它做成像一個 你有看過黃梅吊電影嗎 就是香港跟台灣那根時間 發展電影產業其實是非常蓬勃的 那他們會用一個片場 然後搭出他們想像的中國 因為中國已經完全的 那時候是封閉的狀態 所以就是在遠方的台灣跟香港 就會拍一些古裝劇 然後去想像 想像中國的樣子 所以那些場景都是在片場拍的 然後我真的覺得這件事情 我非常著迷這種 就是假的 因為那看起來是山水 可是樹都是假的 所以是假的 可是他那個 兩三伯也住在台南裡面 戀愛的感情是真的 哈哈哈哈